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人物叫孟长军田文 这孟长军手下养了三千石刻 冯轩到了孟长军的住处 因为他也想成为孟长军的石刻之一 孟长军的手下人看见冯轩就说了 哎 冯轩啊 你都会什么呀 干嘛这样问呢 主要是因为啊 孟长军按照才能把手下的石刻分为三个等级 才能一等的石刻 吃好喝好 有鱼有肉 出门呢 还有车有马 才能二等的石刻 一样吃好喝好 有鱼有肉 但是出门就没有车嘛 三等的石刻 粗茶淡饭 出门一样也没有车嘛 冯轩听到以后就说了 我没有才能 啊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专长啊 也没有 手下人觉得奇怪啊 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就把这件事情禀报了孟长军 孟长军听到以后 微微一笑 那就把它留下来 做个三等石刻 想不到啊 过没几天 冯轩抱着他的长剑 到了院子中间 唱起了歌 歌词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长剑啊 我呆不下去了 在这里吃不到鱼啊 孟长军听了以后 跟手下人说 这个冯轩好像心里边 不开心 不痛快 既然这样的话 就如他所愿 给他鱼吃 让他做一个二等石刻 做二等石刻没几天 冯轩又唱起歌了 常见啊 我们还是回家吧 我出门都没有车马呀 孟长军听了以后 这个冯轩 腰脚还挺多呀 现在跟我要车啊 行 如他所愿 让他做个一等石刻 做了一等石刻没几天 冯轩还是唱歌 常见啊 我真的真的待不下去了 家里边没人放样 听到之后 孟长军旁敲侧击 才发现冯轩有一位老母亲 没人放样 孟长军手下人说了 你去告诉冯轩 叫他别担心 我每个月会拿钱 拿柴米 奉养他的母亲 你就叫他呀 别担心了 从此之后呢 冯轩是再也没有唱过歌 过了几天 孟长军想找几个人 到他的封地削城 去收租金 这个时候 冯轩自告奋勇地说 我可以去 孟长军很开心啊 就把收租金的单据 交给了冯轩 并且告诉冯轩 你按照这些单据 帮我把租金收回来 任务呢 就算圆满完成了 临走之时 冯轩问 这次回去薛弟 需不需要帮您带点什么 收点什么呀 孟长军就说了 您看我这屋里边还缺什么 帮我带回来 也就是了 到了薛城之后 冯轩召集了所有的店铺 并且告诉他们 我是孟长军派来 跟你们收租金的 你们的钱 都准备好了吗 很多人就说呀 现在年景不好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拿不出钱呢 您就当咱们跟孟长军 好好地说一声吧 说咱们穷 咱们没钱 经过调查以后 冯轩发现 大多数的店铺 都拿不出钱 冯轩就说了 实不相瞒 孟长军知道 现在年景不好 大家都苦 所以特地派我前来 跟大家宣布 租金全都免了 大家听到以后 欢声雷动 都说这个孟长军 是个好人 特别爱护老百姓 回到齐国之后 孟长军就问了 冯轩啊 你帮我把租金 收回来没有啊 冯轩说 没有 啊 那你干嘛去了 我呀 我去给您 买了点东西 你买了什么 您不是说吗 看您的屋里边 还缺些什么 我就给您带回来 其实呢 您的府里边 风衣足食 就是缺了一点 人意 所以我呢 就去帮您带了一点 人意回来 什么意思 冯轩就把实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孟长军 孟长军听到以后 非常的生气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为什么呢 毕竟啊 这个孟长军 还算是高官 有头有脸 在这个时候发脾气 显得他气量太小 孟长军只好深深地叹一口气 唉 行吧 你帮我买的人意啊 我就算收下来了 谢谢你啊 这件事情呢 就算了吧 过了几年 秦王想请孟长军到秦国去做相国 孟长军不愿意 所以秦王就派了手下的人 到了齐国 去挑拨齐王跟孟长军的关系 说什么孟长军 位高权重 功高震主 很可能把齐王取而代之 齐王听了以后 十分的不放心 就罢出了孟长军 孟长军被罢出以后 手下的三千十克 自然也都散了 只剩下冯轩一个人 还陪在他的身边 孟长军万不得已啊 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一回到薛城 老百姓是热烈迎接 夹到欢迎啊 到了这个时候 孟长军才算是真真正正地 领悟到了 当初冯轩 免租之举的实质意义 孟长军叹了一口气说 哎 风轩啊 这大概就是当初 你帮我买的人意吧 风轩说 没错 但是狡猾的兔子 一般都有三个洞穴 您的封地薛城 只算是第一个洞穴 您还不能高枕无忧 再给我一点钱 再给我一点车嘛 我帮您另外打造两个洞穴 孟长军答应了 首先呢 冯轩先到了魏国 他告诉魏王 您要不要重用孟长军 要是孟长军被别国录用 当了项目 很有可能成为咱们魏国的心头之患 魏王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就派了十几辆车 带着几百斤的金子 去重金礼聘孟长军 另一方面呢 冯轩又到了齐国去跟齐王说 自从您罢出了孟长军之后 很多人对他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尤其是魏王 要是孟长军到了魏国 做了下国 那对咱们齐国是大大的不利 为什么呢 他肯定会狭越报仇 齐王听到以后 非常的懊悔 当初确实是太冲动了 一气之下罢免了孟长军 所以齐王就带着手下 礼品还有金子 去跟孟长军赔罪 还答应孟长军 恢复他所有的官职 到了这个时候 冯轩才告诉孟长军 狡兔三窟 这才算完成了 第一窟 齐国 第二窟 魏国 第三窟 您的封地 削成 狡兔三窟这个成语 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现在呢 人们拿来形容人 为了自身的安全 设立了多个藏身之锁 或者是已经想好了 多种脱身的策略 大话成语今天就到此 结束